Bee 对 另一半不能和她的前任联系这个上面 因为我也不能接受我的另一半 就是将来的另一半她和她的前任联系 我觉得没有必要联系了 因为已经分开了 对 正好我问一下男嘉宁和小妙 你们两个人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介意不介意对方讲给你听她跟前任的故事 这个可以 有的时候吧也许这个女的她心中有一些话想说出来 她是因为信任你才会跟你讲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感觉还是应该信任自己的女朋友 也会去倾听女朋友的一些心事 我觉得你要讲那我也拦不住 但是如果你问我我要不要听 我会选择不要听 我也不会跟你讲 我之前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有四个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她的前任对她特别的好 这个时候她跟我讲我会反而特别有压力 我会怕说万一她一直觉得她好 万一她回来她会不会跟她走 然后第二种情况是她的前任对她特别的不好 那如果她这么差你还喜欢她 我会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 神明有问题 对 然后第三种情况是你对她特别好 这种情况你用脚趾头想一想都不要跟我讲 对不对 蛮有道理的 对对对对 第四种情况是你对她特别差 这种情况更不能跟我讲 因为就是你会让我知道你对女人是这种情况 你会不会对我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她还挺会分析的 对分析的 我感觉思路非常清晰 对 这四种情况有一个共性 就是对方在跟你谈前任的时候 还带着强烈的情绪 你介意的是那种强烈的情绪 对像小表这种应该是被现实给弄怕了 是吧 她心里有伤 但是我现在自从来到《非诚勿扰》之后 我觉得我这方面是有成长的